我哪有借錢不還 本事完全誣蔑的指控 現在只拼選舉而已 原家就對不畏戰不去戰 結束挑戰 正南宮董事長顏清標 終於親上了火線 面對近日頻頻被爆料 債務問題氣到不行 其中前殺戮政長陳孟森 說的六千多萬 顏清標強調是共同投資生意 不過不只有人借貸 跟銀行借款也被攤在陽光下 根據顏清標最後一次 公開財產申報 其中一個債主就是國泰市華銀行 有從1996年就開始借的 光欠國泰市華就達到 九千零八十八萬元 超過二十年沒有還 原家是不是因為兩代立委 所以政商關係良好 連銀行都怕 立委質疑原家如何跟銀行周旋 其中是否藏有不法 呼籲金管會應該徹查 除了大錢有正義 還被發現小錢也算得很精 顏寬恆財產申報中 太太成立零名下有八筆定存都是兩百五十萬 為何不做一筆兩千萬定存 理財專家一看就直言 嚴格真的很會算 因為他們算得很聰明 因為如果說我們年齡的利息 是超過兩萬塊 我會被扣一個健保補充保費 除了節省補充保費 大筆定存拆分 利息也有差 意圖電銀行來說 超過三百萬 算大額存款利率0.175% 一般存款利率 至少有0.75% 是四倍多 嚴寬恆夫婦 存款金打細算 父親嚴清標 面對大筆欠款也有一套 就是拖著不還 疑運難以釐清 披露的部分證據 以及讓一毛稅金都跑不掉的 小老百姓 大開眼界 參選劉維廷助軍 台中台北正報道 好 我們現在要透過世緒連線 我們要連線給立法院的副院長蔡其昌 其實蔡其昌副院長 他同時也是林靜儀後援會的總會長 那我請教副院長一個狀況 你現在怎麼來看 因為地方的態勢 本來是千呼萬喚 但沒人 現在是千呼萬喚使出來 那確定對手 其實說坦白 你應該也沒有評估過別人吧 沒有沒有沒有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 即使扭扭捏捏捏 沒有就是說 進行中毒差不多20幾天了 那我請教 昨天那一場記者會 以及講了記者會的內容 副院長有什麼樣的看法 第一個我覺得 剛剛主持人問得很好 我其實從頭到尾 我就不會做第二人型 因為那個地方 不可能還會有其他人會出來 你會出來也要嚴加同意的人 除了要國民黨得到國民黨同意 也要嚴加支持 不然你出來就你等於白白出來等於炮灰 那國民黨在那個地方也因為長期跟地方派系做這樣的結合 所以他們其實也沒有培養什麼國民黨的年輕的一輩的人才或者是其他政治上可以勘大任的這樣的一個人才 所以其實那個人才是斷層 所以其實也不用 我看好像媒體猜來猜去 大家對於猜誰出來選很有趣 其實我很早就斷定一定是他們家的人 不可能會有其他人 那第二個我是覺得說那樣的陣仗一擺開來 其實對台中人並不陌生 那樣的陣仗本來就是在我們台中 每一次的選舉國民黨的這個黨家派系 這個這些大勞人頭在掏狼大勞掏狼的必然的這個組合 其實每一次都一樣 我們也不會覺得訝異也沒有什麼特別覺得奇怪的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們在台中基本上國民黨長期在台中 在整個運作跟結合上 基本上他們的架構就是如此 那只是我會看到盧市長在現場 我會有一點訝異 因為他過去都標榜他跟派系是有距離的 對他走他自己的路 但是看起來明年他要連任 我看也難拖派系的掌控 也難拖跟派系要來結合 要來為了他的連任 他也必須要做這樣事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比較可惜 看起來他本來這三年好像 一副要走出自己的路 那看起來最終還是回歸到派系的這個懷抱裡面去 那第二個我比較擔心的是 因為在罷免期間 也就是罷免陳柏惟期間 這個罷免陣營的人 都利用市政府 這個人民納稅前辦的活動 上去宣導罷免 就要大家支持罷免陳柏惟 那過去那個時候市長 還沒有公開這麼明白的表態 他們都這樣做了 那這一次盧市長親自在參選的記者會上面 親自出席 親自站台 親自支持 那是不是代表著未來市政府在 這個公堂上面舉辦的這些活動 他能不能做到 這個行政中立 能不能做到不拿人民的納稅權去助選 這個其實應該要大家要認真來檢視 那盧市長也應該要對外 把他交代清楚說明清楚 否則的話又是讓大家再一次看到 他們 他們已經夠強大了 就是嚴加的勢力 國民黨地方派系已經夠強大 如果再加上市政府的資源 那其實這是一場 這個不對等的這個選戰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努力來看看 盧市長也應該要 清清楚楚的跟市民朋友說清楚 所以這是我昨天在那個記者會上面 我觀察到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副院長因為我們都會分析一些 比方說選票的結構啊票盤啊 去看到底什麼人現在是在哪裡 我請教你 你目前來觀察 這個地方台中第二選區 對民進黨來講 還是剃邦嗎是鐵板一塊嗎 剃不動嗎 你現在怎麼樣來研判 不會鐵板一塊啦 陳柏惟都選得上了 哪能還能稱的叫鐵板 但是我只是說 其實陳柏惟的選上 他除了當時因為跟總統結合 那整體的這個所謂抗中保台 或者整體對於 這個跟隨的小英總統 當時的這個聲勢 其實有很大的關聯性 那當然第二個 他自己的人格特質 因為他年輕充滿活力 然後論述能力又強 加上呢 這個很勇敢的這個行為 所以其實很多外地的年輕人 也都回鄉去投票 所以他才能在那一次的選戰裡面 能夠來勝出 那經過了兩年多 雖然他經過了兩年 雖然他被罷免 但大家不要忘記 國民黨全黨之力 加嚴家這個家族下去 才贏4000這個罷免 同意跟不同意才差4466票 對其實這個也是顏家我認為 他為什麼會遲遲 沒有第一個時間做宣布 或者第一個時間出來表示 對罷免案的看法 其實很重要的原因 我覺得這個數字 不要說國民黨嚇一跳 連民進黨都嚇一跳 所以表示潛在的對於 潛在對於嚴家的不滿意 其實大家是敢怒不敢言 潛在的不滿意 潛在對國民黨的不滿意 潛在認為這個是 建立在抹黑跟謊言上面的罷免行動 這個其實很驚人的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一股力量在接下來的補選當中 他不會潰散 他只會更凝聚更團結 所以嚴家為什麼要 必須要讓這一股情緒緩和之後 他們才租來做宣布 我認為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 那當然還有他們自己內部的原因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用 從陳柏惟的當選到罷免案 這次來看 台中第二選區的結構 他正在鬆動跟改變當中 那只是因為柏惟可惜 是因為他只當了兩年 如果再讓他認真經營下去 再給他多一點時間 讓他多適應那個地方的生態 也讓大家有時間看到他的表現 那我覺得那個地方恐怕未來的結構 就會做調整跟改變 非常因為你也是 非常因為你也是這個後援會的總會長 那我要清告我好奇一件事情 因為在中二這個選區 過去比方說柏惟他在被罷免的過程 比方有一些都是滿低調的挺他的人 都是默默的啦 好好的加油 那你現在在後援會成立的這個過程啊 你的感受是什麼喔 鄉親給你們的回饋是什麼 我覺得林醫師拜託我當他後援會的會長 我答應他了之後 我覺得我的line的簡訊 其他的這個大家都很很興奮啊 大家都覺得很好啊 那我是覺得這樣子啦 就是說其實 第二選區這個地方 很多的鄉親是望志心切啦 也就是說他希望 選風能夠改變 地方的政治文化能夠改變 其實台灣政治文化的改變 必須從地方開始 如果地方政治文化不改變 我們最終選出來的民意代表 或者縣市首長 其實就是會同一種人嘛 所以大家其實都有這樣的一個期待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其實 你你如果去看 大家都很保守也不敢表態 可是你看每一次的選票 開出來的結果 特別像這兩次 你就可以很明顯發現到 嗯潛在的支持者實在是 實在是非常的多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隱約的在第二選區 其實他的這種期待 一種新政治的產生 期待能夠擺脫那種家族 或者說被 地方派系所控制那個氛圍 其實是非常強烈的 一般人來講 我們民調都蠻準確的對不對 在全台灣的其他選區來講 民調應該是蠻準的 但是副院長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區的民調做出來好像 常常有一些落差 不會啦 就延佳加加3%就對了 延佳加加3% 對 我都是這樣算的 這一區的民調 我每一次看都是這樣子看的 就是 如果提名延佳就是加3% 啊 所以這個必然嘛 這個是必然是如此 所以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不覺得 我覺得 以目前的狀態來看 就是 整個網路的聲量 整個現在目前能夠掌握到的民調來看 我覺得其實很快的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他就是一場五五波的選舉 絕對不會是 這個什麼一面倒啦 或者說好像看到他們這個 市長啦 哇 前主席 現任主席 派系投人 全部集結就會怎麼樣 我覺得也倒不一定啦 好 這一場選戰一定會非常精彩 我們謝謝副院長 你想想看 這一場選戰當中 我們去看啦 你不要說五五波啦 陸戰的話 嚴家或許有一些優勢 可是呢 陸戰這一塊 明朗過去操盤 其實也操得還不錯 然後林靜宜的優勢 又有空戰的這一塊 那現在我們回頭來看 嚴家還有很麻煩的事 有關於錢 肌肉的這個保温的爭議 那順娘大哥 我請教一個狀況 因為昨天其實 彪哥有試圖要解釋啦 他要解釋的是說 是怎麼會欠不欠那麼多錢 他有點出幾個關鍵的人物 他說呢 我年輕的時候跟林敏榮 林敏榮就是 前 林敏榮的弟弟 對 前議長 對 前議長 現在是國民黨的董部主委 林敏榮 然後跟張文宜還有陳孟生 陳孟生就是前殺戮政長嘛 合夥經營的建設公司 然後投資事業就是有賺有賠啦 之後呢 說需要資金啦 需要融資 所以我名下的土地 是沒救錢的 於是叫我土地拿出來擔保 結果公司破產了 我做保的土地也就被拍賣了 去還錢 那因為寬衡啊 不忍心爸爸的土地被拍賣 才籌錢把這些土地一筆一筆的標回來 然後他又講說我一生情意相挺 我絕對不會對人家落井下石 我也不是那種嫁人嫁狗的人 公道自在人心 所以呢 不想多做回憶 解釋解釋一半耶 那我請教你怎麼看 對於這個欠款跟他昨天的那個回答 你覺得不滿意 我早上有說一個禮方聽 很多人本身 如果在政策的時候 爭執的時候 好像說有啦 還買完結啦 結果叫一隻師傅說 來你給我做公道公親 結果跟牛去給他吃 買也去給他吃 你收師傅有可能去給牛吃 跟去給賣吃 那師傅在說 我多威懷的 你不知道 我來這裡是多辛苦 要吃他們很疼耶 這個人生是這樣啦 其實走到這個欠禪這種年會 跟這種成就 尤其做到那麼大的質位 在這個社會有相當地位的人說話 實實在在啦 他丈夫說一句話啦 說人在做天在看 我說人在做天在笑 所以我剛才說過 那個 善露 是 死機味道而已 不是不報 死機味道 實際味道而已 不是現在不報 那他講這些話 我把陳孟生正式的求證 他們以前有合夥 這是一定是相信 一定的 是正確的啦 有這件事 但是他說他拿他的土地出來抵押 你想獅子拿我的腿給… 當牛的腿你想太多了啦 所以那是我個人認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陳鎮長也情形跟我說 一半是… 是他照的 是他陳鎮長照的 一半是照的 一半是憲地分 我剛才說過 憲地分就是插甘股就是他們合夥 所以我在想他的憲地分就是插甘股這部分 可是因為這個事情 我們是因為先知道的有那個六千萬嘛 有那件事情就是說 他一直不執行啊 省錢 省省省省省 我們才去找到比對的那個地址 然後找到說 原來是前殺戮症的鎮長陳孟生 去問了他 他才講說 對啊 又不是只有欠我 欠我這一筆 那回過頭來是現在我們找不到他的人 想要跟他聯絡 他又有點縮斷了 你覺得為什麼你找得到他 可是我們製作單位要找他找不太到 我早知道他本來就是要去拜訪 他這個人很客氣 我跟他的接觸是這樣 本來他就答應好了 不知道到後來是怎麼這麼兇 所以我沒有去 他叫他主動卡丁的跟我說 不好意思 我有事 我要去處理 不然你影響再來找我 我早安卡丁股就都沒接了 丁股有通 沒接 到底是怎麼 我就不清楚 但是我親心給他的證實就是 他說他那個島主其實是經過 翻譯確定年輕表欠他七千三百幾萬 其實不是六千萬 人家說六千萬 可能七千三百幾萬是不是 理事又加這個我不清楚 但是確定判斷就是七千三百幾萬 所以他也在 剛才我剛才有說了 他在立法院委員的時候 他就去把他扣三百幾萬的薪水 對 這件事我也問過丁頂頂 我說你把他扣去 扣完以後 不是在省錢 但是在期間很不爽的 省人錢 我在沒用的 省得多錢 還沒用的 我標哥呢 我哪有欠錢不還 你錢還這麼多 頂頂也說過了 整個財產都掙餘給他的孩子 這在資料都看得到 不然跟我們平衡 我都賺這麼多錢 這麼多土地 這麼多賢物 這麼多現金 這麼多保險 這麼多順康 這可能只有王文良 小孩有辦法而已 我真的也很少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我的認知 這是一個事實 但是他這是必重就輕 說一說 聽得這麼麻煩 因為其實 剛才就說過了 在這一個選區支持他的選民 很多都已經是在 理政 農會 都白色世紀了 這種人很難鬆動 那個部分可能真的很難鬆動 但是仁俊哥我請教 因為顏寬衡也講說 他要選舉 勇於承擔 他也想見說會怎麼血肉模糊 說到這樣 那昨天是飆哥簡單 他有要解釋 但是我們想知道的更多 他的解釋其實是部分 沒有整個完全揭露 那解釋到說 反正我就是講說 我沒有借錢不還 那其他的那個什麼什麼問題 他你要乾端的蓋水 你覺得這樣子可以平息嗎 我老實講就是就一個 因為我們真的不了解 他真實的狀況 我只能講就是說 我昨天到現在看到一些網路上面 大家對這件事情的質疑 第一個就是說 土地的部分 這個到底飆哥的四筆土地 是不是他後來被拍賣之後 因為顏寬衡的一片孝心 到處去借錢 然後一筆一筆去把它拍回來 因為他上面畢竟 他的那個公職人員財產三報上面 寫的這個取得方式是寫拍賣 他不是去架構 那這當然有很大的差別 那至於到底怎麼拍賣法 是不是如坊間質疑講說 這個你反正二拍三拍完了之後 因為我老實講 你真的去參加過法拍之後 你就會知道就是說 當他的價格已經低於 一般的這個市價的時候 基本上房仲業者就會先去飆了 因為他們會在旁邊搶 因為他低於市價 我飆到之後一定是有利可得 所以最常見的狀況是 法拍業者 那個法拍業者 或者是這個土地中間 他飆到了 馬上外面就有人問說 你要加多少給你買嗎 這個是真的你在走法拍你就會知道這個現況 法定的程序 因為你知道銀行其實處理的方式有很多種 一個就是我不斷催收 銀行如果真的已經催收到疊了 我可能把債務就打包 不然把資產管理公司 資產管理公司可能打個幾折 什麼再去跟你催倒 他有很多種方式可以做處理 我覺得他也不是鐵板一塊 可是我覺得民眾現在只想問的是 那如果是這樣為什麼大家會自己講說 你的債務有這麼多 那到底現在是還有沒有欠著沒還的 我覺得這一塊是沒有講清楚 因為昨天看起來是只有講那個地啊 或是什麼的 那甚至講說什麼法拍 因為你剛剛又特別提到 有講到說法拍屋的 是不是有佔用旁邊是服務處 那你看媒體今天有有說 傳用什麼什麼吉祥數字幾個 對啊對啊 我講真的你講 今天要招貴法拍 你有知道吉祥數字不可能罪的 因為你要去猜一個底價 然後你要比底價高 還要比別人高 那有可能罪的 那表示說他損的喔 他覺得我就是出這個價格 一千零一萬 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還可以發發發 我一定會對 他一定是算好的 所以我就想這些很多東西 有很多是就是 他小宇宙是小宇宙啦 但是有一個市場的規則嘛 有一個市場的走法 那這東西你如果沒有辦法讓人家 你如果沒有辦法解釋到 大家相信的時候 我跟你講就這種質疑的聲音 就會一直存在啊 包括大甲正南宮 也是因為彪哥的關係啊 現在也一併被檢視 那檢視的過程呢 我們就發現一個 非常有意思的金庫密碼啦 我們來看喔 你看喔 像是我們非常認真的 嚴謹的去問 問其他的宮廟 你們的這個香油錢啊 你們的財產申報 申報的內容是什麼 比方說龍山寺好了 他就告訴你說 有啊我們每年都在增加喔 而且增加的這個幅度喔 跟以往比起來喔 增加的很很驚人喔 不過偏偏啊 這個就是數十年如一日喔 就是大甲正南宮喔 四十二年他的這個財報來喔 一直都是一個數字啊 兩億九千一百六十三萬 四千六百七十八元 怎麼這麼多好 每當都是這個送禮 那不可能我們休息一下稍微回來 好我們要來看呢 是大甲正南宮他的財產喔 因為你看看董事長就是言清標嘛 所以現在一併也被解釋 檢視喔 可是呢怪就怪在喔 從民國六十七年到現在 前後申報過十次 都是同一個數字 怎麼這麼離奇 我們一起來看 每一年大甲貓繞境 九天八夜動輒數十萬人參與 曾有平原媒體估計 大甲正南宮每年相由錢 1.5億元起跳 但正南宮的財產申報 卻數十年如一日 民國六十七年第一次申報 當時主委還是王金盧 登記財產兩億九千一百六十三萬 四千六百七十八元 當民國九十年法人代表變成言清標 再一直到去年一百零九年 四十二年來 總共十次申報財產數字 都剩兩億九千一百六十三萬 四千六百七十八元 連尾數都一模一樣 就像一組是神秘數字一樣 從來沒有變過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有關單位應該進行了解 查詢其他宗教財團法人申報紀錄 蒙甲龍山寺 從民國五十二年成立時 財產登記兩百六十萬 到今年七月登記五十九億元 總共變更登記了四十四次 北港朝天宮是六十三年登記 至今總申報次數二十三次 去年財產登記四億七千八百五十五萬多 成長都是幾十倍 郵箱的收入捐款的收入 攤開區公所公文 從香油錢收入到文具支出 都得寫清楚 大大小小廟宇屬於財團法人 就該如實申報 各地方政府定期歸檔 但四十二年來 難道沒有機關察覺 數字不對勁 各十百千的數字都相同 這顯然是異常的情況 業務上面的登載有不實的情形 在刑法是有處罰的規定 之處三年以下去徒刑 律師表示如果公廟財產登載不實 恐怕違反刑法第215條 鄭蘭宮身為全國重要信仰中心 信眾橫跨海內外 財產申報卻爆出疑似數十年來 複製貼上難免引發質疑 我們之前曾經討論過是鄭蘭宮 他的身材之道 媽祖經濟學 怕死人 不管是香油錢 或者是周邊商品的那一個 經濟的那個財 其實是蠻大的 我們講到二十一 三十一 五十一 甚至是這樣 可是當他的財產申報 我們認真去檢視一下發現 來 竟然從王金如時代 這是王金如時代 那是第二代的當事長 到這段 數字很奇怪 怎麼會沒變化 我們也很認真地去找了一下說 龍山寺就好了 前前後後申報過四十四次 人家已經來到了五十九億 他告訴你 北港朝天宮 他的部分申報二十三次 四億多 本來是這個數字 一千七百九十一萬 鄭蘭宮的部分 不管怎麼申報 他都是金庫密碼 兩億九千一百六十三萬 四千六百七十八塊 那這麼多好 慧珍 對 我跟你講 其實你仔細看 你剛剛的那個數字裡面 你如果發現以龍山寺來講 他成立他從一開始到現在 大概已經四十八年 四十八年他就已經申報了四十四次 他的資本的財產狀況 從兩百六十萬當初最早之前 後來大概已經有好幾十 應該算百倍了吧 成長到五十九億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龍山寺其實是每年都有去檢視他這一年的整個營收 跟他的運作的狀況 然後把這一年沒有 應該講賺到的錢或是盈餘的錢 滅成是他寺廟裡面的一個財產 所以他會每年去更動他的一個資產的狀況 那有趣的來了 那正蘭宮我們都知道從過去那個應該是說 我們標格入主之後在二十年大發 而且不對的把這蘭宮變成全世界最重要的 三大的一個宗教盛世 那個錢財之前很多的包括荊州看一大堆媒體都報導過 有人說五十億的商機 有人說百億的商機 怎麼都沒有在這個財產裡面 而且那時候在誇的是說你看這個團隊 才二十個人的團隊他們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你團隊裡面多一個譬如說會計 結帳 然後確定把這個財產生財做好有什麼困難嗎 對 所以就代表著顯見就是 雖然就是大甲罵這過去二十年不斷的爆紅 變成舉世全球皆知 但是他的身價好像沒有對等反映在他的財產上 所以這就出現出現了一個狀況 其實上這也是我們目前法律上非常大的一個漏洞 就是我們的財團法人到目前為止 還是排除宗教團體的 也就是說這些宗教團體其實是不用每年 就是像其他的財團法人必須要去公佈 他每一年移收多少 運作多少 然後資產剩下多少 他是不用的 所以他就導致他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黑暗的空間 那你回到這個我們自己光看正然光好了 你說光是如果以我們的香油錢1.5億 你覺得只有1.5億嗎 我講一句實在話 我不是很常上脈的人 可是因為就是每一年就是到了過年前後 我還是會去點燈啊 幫媽媽祈福啊這一類 我一進去就三千塊 那怎麼可能 對不對 光是 而且可能還排不到 對啊 我還是找一個小小的 不是很大間的 那正然光聽說可以點十萬燈子吧 那每個人三千塊都多少錢了 那第二個是說再來大假罵他自己本身的肖像權是屬於誰的 你知道我們看有很多的文創商品 這些文創商品又是誰的 照理說啦 如果是你以這個廟的經營方式 應該是說文創的公司還是這個廟的資產才對 所以你文創的商品所有賺出去的 應該照理說所有的利益還是要回歸大假罵 但你發現因為我們現在法律的一個疏漏 所以我並沒有把財團罰人這一半把宗教團體納進來 導致這現在所有一切其實都是黑暗地帶 我再講最後一個例子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再過個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全台灣最大的地主全部都是宮廟 為什麼 我隨便再舉廟或者是慈禁 這些我比較熟的 像是以慈禁來講他也是會員出非常多 你知道他們自己資產也是非常很多 他慈禁用他自己本身的錢去台北市 我就舉台北市 各地方去列地 買地 這個資產是慈禁的 但是他也是每年不用繳任何的 什麼地價稅 房屋稅 或者是土地增值稅 土地增值稅 完全都不用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當然人家慈禁 就是如果他因為人家比較是公開 他可能會去揭露他每一個狀況 可是有趣的來了 如果今天有一家廟 我也不要指名誰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狀況 我隨便講有一家廟 他的槍油錢很多 他不斷地用這個廟的名義 去買了很多的資產 結果用的其實不是廟在用 是私人在用 那誰會知道 沒有人知道 到底這個廟有多少資產 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覺得台灣如果真的要一個 往繼續往前邁進的話 不要弄成是什麼政教合一 或者是地方派系跟政治派系 這樣子一個太過複雜的錯綜盤情的話 其實真的立法委員 應該要在這個宗教團體 就是把財產法人 宗教團體這個部分納進來 但話說回來 反彈會很大 人家怎麼會願意說把這些 現在人家比如公公的小孩 都要進來選立委 這個法案怎麼可能會通過 所以真的就是到底台灣 要不要繼續向前行 真的是看每一次的選舉的結果 來 保新委員要補充 我想這個很容易 我簡單補充一下 就是說你的先生 不要講幾十年 你問你先生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或者是十天 你問他說 你今天多少錢 他告訴你說 我今天有5320塊 明天問還是5320塊 一個月以後還是5320塊 你會相信他嗎 很簡單的道理 他去吃個便當 去買個飲料 甚至於去 這個踢館就提了5000塊 怎麼會從一夜到30 一夜一號到30號 數字都完全一樣 所以你看不是只有一天 67年到現在 每年都一樣 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應該去處理一下 應該去了解一下真相 好 來 我們另外來看到的是有關於這個四大公投的部分 你看這個戰場 國民黨在陪亂 比方遇到什麼狀況 他們在講說什麼 因為有上市對下市的問題 我們不願意說我們去對他認為說跟我不是騎頭的人 所以朱立倫說他不登場 然後他還要換相關的這個棒次 這一批人我就要換成另外一批人 現在引起爭議的是國民黨茶壺內的風暴正在燒 我們一起來看 那委員你知道跨國沒有地震斷層帶 你知道嗎 拋出核能第五電廠議題 國民黨立委羅明財 卻被行政院長蘇貞昌上了一堂地理兼地科科 法國現在的核能電廠 他們大概70%以上都是使用核電 那委員你知道跨國沒有地震斷層帶 你知道嗎 法國沒有地震 是 然後 台灣有地震斷層帶 蘇貞昌一句法國沒有地震 扳擊羅明財當場愣住五秒 又被問一次你知道嗎 這才回過神 核武轉眼似乎忘了繼續辯護 同黨立委同樣不小心話說很快 他自己就變來變去 你看朱立倫 我存在你的手 討論美豬進口議題 陳昌明吃誠實豆沙包 蘇貞昌掌握話語權當場苦口婆心 要陳昌明踩穩自己的立場 藍尾在國會殿堂鬧笑話 另一頭宜蘭縣長林姿廟 還是堅持和黨中央的正面態度唱反調 你會選擇南梅還是藍瓦斯 這兩項你會選擇哪一項 瓦斯啦瓦斯 如果核四哪有安全 是不是就可以運轉 我愛過 核四沒有安全就沒有相轉 要天然氣不要核四連自家人做球林姿廟都不接招 甚至九號連地熱太陽能都搬出來 來影響替黨的公投提辯護 多頭馬車恐讓重點失焦 三立新聞方不分我們學台表達 我們看四大公投的部分 本來有一批人本來要上去 好好的說明清楚他們的立場是什麼 代表國民黨代表同一方正方的意見 不過這個朱主席的想法不一樣 他就說我們國民黨 我們不要弄到上市對下市 所以他說本來有朱立倫我就拿掉了 要換別人 我現在感覺這幾個人有點尷尬 尷尬在哪裡 原來你們比較高雄我就跟 我就是不同路數的 你們叫上市我就是下市 如果斯剛來的話要給他請教一下 包括張斯剛 鍾佩君 然後還有這個林立財 以及楊枝斗是因為他是辦公室主任 我覺得那就算了 可是其他也都是名單都是議員 現在說你們這裡比較高雄 我那就是下市 我請教小邦姐怎麼看 這些是被換上來的 但是還有一些是原來就在名單當中的 他們就直接被列為下市 比如說像趙少康 比如說像江啟成 他們就直接被列為下市 難怪趙少康那麼跳腳 所以趙少康第一時間就是相當的生氣 也難怪江啟成 第一時間他就覺得說 因為有人告訴江啟成說 我們是不是就換下來 我們大家都一起不要去 可是江啟成就說不行 這是我提出來四大公投 我就是要來亂台灣的 我怎麼能夠不繼續亂下去呢 可是事實上 其實我覺得 我不曉得為什麼國民黨的這些立法委員 在立法院裡面還學不到教訓 還要去質詢孫昌院長 每一個一上去只要質詢孫昌院長 其實都討不了任何好處 昨天最新的是陳超明跟羅明財 我們剛其實看到了這個畫面 其實我覺得羅明財委員 他的助理並沒有幫他準備好功課 因為當然了或許法國其實還有少部分的地方是有地震 但是法國的核電廠下面絕對不像台灣的核一核二跟核四下面是正好有一條S的這個斷層帶通過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的這個核電廠它會相對非常危險 而且法國的核電廠也跟台灣不一樣 投產的話它就是馬上需要用電了 所以不管說這個是這個核四廠你要再重啟核四是7加N也好 或者是你如果三接要遷移的話 那個是需要11年的功夫 那你台積電馬上就會就遇到這個電不夠 那這個我剛講說這個羅明財委員你的助理真不用功 法國他講到法國都用核電你知道法國的核電全歐洲其實法國的核電其實用比較多的國家 法國的核電已經從70%降到50%全球的核電其實也從十幾%現在降到10% 所以全世界現在對於核電是抱持著更謹慎的一個姿態 而且現在全世界對於核電它的安全係數也全部都提高 也跟我們核四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核四絕對是不能夠讓它重啟 這個是絕對不能夠讓它同意 三接如果一旦要遷移的話 那台灣馬上現在不管說是我們南部要台積電要再設廠 或者是中部 中部這個我覺得嚴寇和馬上就要講了 中部現在中火10月31號到11月2號 你要知道中火已經降載了49% 幾乎降載一半 那如果說你未來要再多燒500萬噸的煤的話 台中人不是直接就倒樹供直接就吸廢料嗎 廢氣嗎 那這樣子台中市長盧秀燕 你要怎麼樣給台中市的市民一個好空氣 這些都是一些的問題 所以這個四個不同意真的是要拜託大家投下去 來 郭森老師我請教 講談話 一般來說你要端出什麼樣的菜色 你通通一字排開都是A咖沒問題 你看要多強就多強 那你把比方說用論理的方式啊 你可以把中間選民都吸走啊 吸到偏向你的那個主張啊 四個都同意也沒關係 你碰出你的A咖嘛 可是現在問題是說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A咖要收起來 因為有這個上市對下市的問題 這個道理說得通嗎 我覺得這個很奇怪啦 譬如說朱主席好了 他大概不會認為他是國民黨的下市 對不對 他就是國民黨的上市 但問題是說民進黨誰是下市呢 蔡英文總統 賴清德副總統 行政院長蘇貞昌 這總不會是民進黨的下市吧 這些都算民進黨上市 你看四處在那邊從事公投的這個宣講 換句話說你國民黨比上市下市 你真的要敢去對民進黨的上市嗎 還是對也不敢嘛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不是說 在黨內去點名誰是上市誰是下市 而是你這件事情只要有道理 有科學根據 誰是上市誰是下市不重要 都可以講得清楚 所以我們看嘛 這個國民黨的這些 這個立委也是黨內的精英啊 他們難道是國民黨內的下市嗎 也不是嘛 結果到了立法院也是 被蘇貞昌講得牙口無言 這個難道上市下市有什麼意思呢 還有我們看林芝廟縣長 宜蘭是民進黨民主勝地 你這個林芝廟能夠再代表國民黨選上宜蘭的縣長 這總不會是國民黨的下市吧 可是你看國民黨至少人家宜蘭縣長總不會說是國民黨下市 馬英九說他不懂 馬英九說他不懂公公這個議題 不管啦我認為他能夠選上縣長 如果國民黨主席說能夠選上縣長的人是國民黨的非上市 那我也認了啦 那你看人家也說 核四這個很明顯 宜蘭縣是不能同意的啊 所以呢 其實誰是上市誰是下市 講這個真的沒有意義 重點是什麼 這個議題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科學根據 這個很清楚嘛 你還在那邊分上市下市 我覺得這個都是非常奇怪 而且這個跟什麼東西又矛盾 因為呢你這個朱主席 一開始說四個同意喔 結果呢這幾天看到風向不對 他就說這有些民間提的喔 我們扮演協助的角色 我們就量好就好了 對我們就量好就好扮演協助的角色 那現在既然如此 既然民間統一的話 就讓民間提案人去當上市就好了 那你又在那邊黨內說上市下市是什麼意思啊 我就覺得很奇怪 第二齁 就講到實際問題 這個我身為這個台積電的股東 雖然是非常小的股東 我還是要講 我們台積電 到底是幾張趕快錄出來 不得告訴你 我們可以講 我們台積電還要等到核四商轉的電 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那我跟你講這台積電沒有了啦 這個全世界你看 日本也在搶台積電嘛對不對 美國也已經在設廠了 如果說現在這個台積電 不管它將來製程發會怎麼樣 還要等一個不曉得幾年之後 才有辦法這個商轉的電廠 我想這個對台灣的經濟發展 對台灣的整體 甚至叫證券市場 這麼多股東 我相信他們只有三個字 就是不答應啦 那相對來講 你現在又來一個反個三接 三接到反了之後 那個電又要從哪裡來 所以你這個不要說總是 跟這個台灣的產業在作對嘛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他可能就是說不下去 那總是找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來做操作啦 有農委會主委啊 這些人怎麼會是下士呢 你國民黨怎麼沒有把我換掉 難道我也是下士嗎 很介意喔 你喜歡知道 把我定義不是上士是下士 然後包括尤淑會說 不然請教一下 我們這時候是要贏 我們就是在論理方面 我們是正方代表 我們的說法要贏到這個東西 還是說我們在乎的是那個身段 這個其實國民黨辦了一千兩百一十八場的這個座談會 你不要說辦了 我們還沒看到有沒有 有在辦有在辦 要辦有辦 有已經有在辦 但是大小規模不知道多大 但是據我所知的 每一場要去助講宣講 都搶爆頭 都搶得要去 為什麼沒有人反抗你啊 你就是罵爽的你知道嗎 下面都是你叫過來的同溫層 你罵得越爽下面喔讚喔 他那個那種士氣大聲 也是為了這個明年選舉暖身 對就是每一場要去助講的 只要是國民黨辦了這種同溫層裡面的這個助講活動 每一場都申請爆滿 你的咖數不夠大你上不了台 朱立倫每場都會去啊 他是沒有那麼多時間啦 否則一千兩百一十八場他都會去 因為為什麼同溫層講爽的 你怎麼講都對 可是辯論會不一樣喔 辯論會這裡面總共四個公投的辯論會 國民黨能夠主導的哪兩場 一個是萊豬的 一個就是公投綁大選 其他的兩場 他是不能主導 因為他不是發起人啊 像反核這個核四要重啟的 黃世修會隨便讓你就跟上去講嗎 他不會 他自己要包好幾場 因為他是主角 他是這個起案人 那國民黨你主導的就這兩場 主導這兩場之後 其實你不應該是考慮到說 有沒有門當戶隊啊 主席對主席啊 副主席對副主席 這是不對的 朱立倫不是不能換人 可以換人 我們作戰講一件事情 叫做什麼 叫做良地用兵精準接戰 你應該是說我對這個議題 我夠不夠專業 我要換最專業最能說最能講的上去 為什麼 因為這20場公投多重要 公投的這個所謂的辯論會多重要 有多少人會去看你那1218場 沒有多少人大家要上班沒有空啊 真正就是這20幾場的這個辯論會 大家在辯論會上看到 你是正方的你可以講到 讓這個反方不管他的階級 他的位階是一咖 是一軍二軍三軍還是不成軍 你要把他講到沒有話可講 就像剛剛蘇貞昌那樣子 那就贏了 那就贏了 可是如果你被人家講成那樣子 以後怎麼領導啊 現在看起來是國民黨先認輸了 來委員我們來清稿 林維州說 因為雖然他們一度改說我就良好嘛 其他我就不管了 但是現在叫做三好一尊重 重啟核四啊不同意 所以你未戰先降耶 就是啊我已經撞回去 現在國民黨全面退縮了怎麼看 對 所以我想很清楚就是 沒有核心價值的時候 你的市場會改變 其實這個辯論啊很清楚 朱立倫是潛力的傲慢 他認為啊 黨主席是一個大官 是當官來做 所以他把認為說我是上市啊 那個下面都是下市啊 我們知道這個公投的辯論啊 其實對手派越下市 對國民黨越有利嘛 為什麼你不去呢 你講清楚以後 後來百姓之後 欸你講的很有道理 對啊 你就可以四個全部前營嘛 哪裡有時候別人派了下市來 我說上市不去 我派另外一個下市去 那你被派的人不是倒霉死了 欸你上市不派叫我去 要把我當成下市 我下市對下市 欸天底下哪裡有這種黨主席 所以難怪引起國民黨內部的反彈 說坦白就在桃園來講 那個緩三街 欸我現在有個問題 緩三街多了這麼多煤炭 台中要不要吸收 我們看這個很清楚啊 盧秀燕執政以後 所有的都上升嘛 污染都上升 前台灣 22個縣市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台中是排名 空氣污染是排名第16名啊 所以我覺得這有一個問題是因為 它燃氣的系統一直都沒有接上去 反而是一直在燒煤 但是我們要休息一下 稍後我們來看到是很神秘的事情 欸美國的議員又秘密的來訪問台灣 這是怎麼一回事 休息一下稍後回來 我們一起來掌握一個最新消息喔 不是昨天才一個大團結嗎 顏寬恆已經國民黨就是正式宣布徵召他了 不過怪的是喔 國民黨的台中市黨部主委林明玲喔 他說我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了 他就這樣請辭了欸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跳船喔 代表什麼樣的訊號 我們今天來討論啦 我們另外來看到的是喔 來請教國城老師喔 欸 昨天啊 在這個晚上六點多的時候傍晚啊 有飛機神神秘密飛過來喔 是美國的訪團 而且呢上面說載著這個六位議員 還有兩個軍官來到台灣喔 整個陣仗是有13個人 我記得六月份的時候 我們討論過達克沃斯來嘛 然後那時候呢 下飛機之後還要宣布說 來我們美國有疫苗要捐贈給台灣 那這一次神神秘密的這一行人 你覺得他們來台的用意是什麼 第一個喔 先看這次訪台喔 其實五角大廈已經正式宣布了喔 他們搭乘的是美國海軍的C-40行政專機喔 這架行政專機其實就是737客機的軍用版 所以那架飛機其實可以坐一百多個人喔 但是呢 這個公布的這個來的這主要的就是六位國會議員 還有軍方隨行的人喔 但是呢如果是這麼少的人 美國還有比較小台一點的專機 要派一個這個一百多人的專機喔 所以想見喔 其實隨行人數啊喔 恐怕是不止這幾位 那麼也就是說呢 那美國可以說在現在這個時候喔 派出了一個有相當規模的外交軍事訪問團喔 來到台灣喔 這個是一個非常明確的訊號 第二個喔 其實它搭乘的是軍機喔 那這個軍機呢 雖然它這架軍機並沒有武裝喔 但是是屬於美國海軍的飛機 那這個美國海軍飛機呢 跟一般的民航機是不同的喔 所以呢它直接就飛到台灣的這個 台北松山機場降落喔 意思就是美方有意正面挑戰喔 這個中國一直說美軍不能駐台喔 美軍來台灣就要發動軍事行動喔等等啊 意思就是說我美軍美國議員來台灣 第一不用跟你中國報備 不用跟你中國政府打招呼 代表你台灣絕對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第二個來就是軍機喔 所以呢這個中國喔 環球時報的這個總編胡錫進 大家也跟他很熟喔 他怎麼解釋呢 他說喔 美國啊也不敢正面踩我們中國的紅線啊 所以呢 就秘密的起來 其實是中國不敢踩美國的紅線 好上一次呢 做這個軍用運輸機C17來 就那個時候就說要如何如何 現在來的這架飛機 其實就它的軍事意義 外交意義 軍事地位外交地位喔 跟上一次那架C17是完全一樣的 那這次來喔 第一個我相信一定帶來美國國會議員 包括他們這個重量級政治人物喔 甚至包括拜登總統喔 這個國務卿喔 一些重要的訊息的傳達喔 所以呢這個必須要非常重要的 由人親自過來 第二個就是直接軍機降落了 代表什麼 美國軍機要來就來啦 好根本不用跟中國報備 其實以美國國會議員的身份 不要另外參財關機